36岁女很难追!湘民神分析36岁女心态其实重点就在一个啊! 超精辟被推爆,你挑妻戏。 以前学生时代,总觉得30岁是还很远的事。 现在过25岁就动不动被枪视老妹,我只能说人生好难。 最近在PTT,就有一篇文影湘民热烈讨论。 事情是这样的,一名网友发问,工程师有人要追一名36岁,年龄相当的女生。 结果完全被当成空气,要怎么才能追到36岁女孩儿,有没有八卦。 结果就有一篇神众肯回复被推爆。 这名湘民表示,36岁的女生已经见过世面,享受过人生,也很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节奏。 所以要追求,除非能给她更好,更胜于现在的生活,不论是精神或是物质上,不然为什么要选择你。 P.O.再表示,36岁的女生吃卢斯奎的次数可能比你还要多。 出国把日本当成后花园再逛,踏遍三大洋五大洲,连开车上下班的温馨接送情。 都可能因为她开车技术更好,甚至车比你的更棒而失效。 湘民表示,那些你以为能打动一般女人的法宝,金钱,美食,旅游,名车。 对她们来说都不重要,她们唯一缺少的就是青春啊。 你要给她的是让她们觉得很青春的感觉啊,你要想办法追到这些过了35岁的女孩,就要让她们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少女。 让她们笑,让她们哭,让她们觉得你很有趣,跟你在一起很有当年时期,八岁时的few,不然谁理你。 不然你以为这些过了35岁的女生,为什么个个都爱年过50、6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。 因为这些人年纪差距大到让她们还觉得自己很年轻。 不然就是17、18岁嫩到出水,胶原蛋白满满的小鲜肉。 因为跟这群年轻弟弟们在一起,她们可以幻想自己还跟得上时代,还很年轻。 乡民最后奉劝,如果超过30岁还要找对象,最好找年纪政府相差7岁,最好超过一轮的,社经地位才会相契合。 绝对不要找跟自己童年的,因为绝对满足不了彼此需求。其他人看完都贵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